觀塘區 觀塘區實在有太多好東西未介紹 我們一如再去過 首先, 讓我介紹一下台灣過江龍 這間是一間地道的台式餐廳 為什麼這麼地道呢? 因為這裡是一個台灣人叫做圓胎 開了年紀, 已經有兩間分店 所以你可惜它多麼好吃 我現在馬上去試試 台灣真的很多食物 例如我的大腸麵線、滷肉飯、菇薯包 我每次去台灣 通常坐飛機第一時間 一定會去吃柯製大腸麵線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吃這個麵線 很喜歡那些芫荽 很好吃 我會先試試試看 先試試看 我真的想不到平時在夜市吃的時候 就在街上坐在那裡吃的東西 但現在我們可以坐在那裡 慢慢享受台灣夜市的食物 最重要的是這裡的環境和音樂 都是很台灣的 你看到這裡的裝修 譬如有些車站 有很多特色的東西 都是很台灣的 在廚房裡仍然都有鐵推車 即是台灣夜市才會看到那些推車 都放在這裡 簡直感受了自己 已經去了台北 還要拍什麼? 你不用排隊都可以喝了珍珠奶茶 Jason又說有台灣的介紹 讓我帶Hillary一起 繼續觀塘工廈覓食之旅 在觀塘區開食市 怎麼可以突出自己呢? 要有一個主題 這間餐廳主題是什麼呢? 台灣校園 校園? 你一提到校園 讀書時期的回憶都湧出來 想起的時候 是最無憂無慮和最開心的 我數數的手指 都畢業一、兩年了 但是那些回憶 還在我的腦袋裡不停湧現 說回餐廳 餐廳老闆很有心 故意在台灣的學校 找一些不要的桌子桌子回來 令這裡真的好像回到讀書時代 沒有你這麼好戲 一看到這裡的報紙 馬上想起台灣哪些年那部電影 是最純真的 校園愛情故事場景 店裡盡力模仿校園感覺 還有學生最喜歡的漫畫供應 一間好的咖啡店 我進去第一個感覺 應該要很舒服 環境應該要很寧靜 因為我覺得你去到咖啡 其實也是想放鬆 我自己是比較偏向一些 裝修漂亮些 或者有些特別主題的咖啡 我可以在那裡留很久 我可以在那裡留很久 我覺得不算很多 不過來到這裡 你也可以知道 香港究竟有什麼文化活動發生 雖然我沒在台灣讀過書 但也令我想起 讀書的時候最懷念的東西 就是一群朋友四周圍玩 這間店裡賣傳統台式食物 排骨飯、牛肉麵等等 還有賣相很可愛的包點 我看到你最近也有去台灣 對, 到第一天我已經吃滷肉飯 但這個是滷肉麵 很開心 因為經常見到一些人去台灣旅行 就會拍很多照片 令你很掛念很想吃台灣的食物 我很喜歡吃這麼大塊的雞排 因為我很喜歡吃雞 其實在香港應該很難吃到這麼大塊 例如歐洲 你會吃很久的西餐 然後回來香港就很想吃雲吞麵 但你在台灣吃完一會 回來香港也不會有這個感覺 我覺得現在在香港 其實挺容易可以吃到台灣的食物 而且味道也拍得住台灣 嗯 和白鞍 這個道水評判 你吃吧 你很喜歡吃雞翼 對 吃吃這個雞翼 但我們在鏡頭面前很難吃雞翼 就是女藝人 真的很難 怕水 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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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